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想象线与线之间的空间像楼梯间一样 叫做间 同样也是从下往上数 叫做一间 二间 三间 四间 每条线和间都可以注进阴符 阴符放置的位置越高 阴高也就越高 人们还可以在无线谱的上方或下方添加短横线 以这样的方式来扩展无线谱涵盖的范围 向下加线可以涵盖更多的低阴阴符 向下添加的第一条线叫做下加一线 第二条线叫下加二线 第三 第四条线以此类推叫下加三线 下加四线 理论上可以无线添加下加线 因下加线而形成的间 叫下加一间 下加二间 下加三间 同样的道理 向上添加的加线也形成了加线 加间 依次是上加一线 上加二线 上加三线等 形成的间依次为上加一间 上加二间 上加三间等 每个人都是音乐家 伸出手就是无线谱了 有人管我们的手叫做无纸谱 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五线谱的五条线 手指是线 指缝是肩 从下往上 白音符按照线间线间的次序依次往上放 逐渐排列上去 熟练掌握无线谱线间的位置 对快速读谱有重要的意义 无线谱的书写和阅读都是依照从左到右的顺序 通常 读唱或读奏乐器使用单行谱表 音语宽广的乐器 如钢琴 竖琴等 需要使用双行谱表 双行谱表也被称为大谱表 用大括号连接在一起 有的时候 需要多件乐器合作演奏音乐 这时 就将同时演奏的乐器谱表用直连括号连接在一起 之前我们学过 乐谱小火车上有一个火车司机叫做拍号 拍号管理着每个小节延续的实质长度 现在需要给朋友们介绍另一个火车司机 这就是谱号 只有在有谱号做司机的时候 我们才能确定五线谱上音符的具体音高 最常被使用的谱号是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 高音谱号又叫做G谱号 长得像个头朝下的小蜗牛 头在一线下 尾在五线上 当高音谱号与五线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变成了高音谱表 高音谱号通常是被放置在五线谱的二线上 由第二线开始起比 高音谱表中 二线所代表的就是小子一组的G音 这也就是它叫做G谱号的原因 同时以G为参照 也就能确定其他音级的位置了 它的画法是由二线开始画圆圈 圆圈贴紧一线和三线 不要封口 继续旋转 穿过四线和五线 然后滑下来 高音谱号的下加一线是小子一组的C 因为在钢琴键盘的中央 经常以此来划分高低音区的G谱 所以我们也叫它中央C 按照线间都有音符的G谱规律 向上依次排列 下加一间是Ride 第一线是Ming 第一间是Fa 第二线是Sou 第二间是La 第三线是C 第四间上是小字二组的C 以此类推 低音谱号长得像耳朵 后面跟着两个小圆点 通常把它的两个点 对应在第三间和第四间 低音谱号起比在第四线 也叫做F谱号 低音谱表上的四线 意思就是代表中央D 下面的小字组F音 低音谱表各音级的位置 也可以以此为参照而确定 我们从中央D 往下数 上加一线是C 第五线是La 第四间是Sou 第四线是Fa 以此类推 相信你已经可以识别 无线谱上的音阶了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 钢琴键盘上 所有的乐音 与无线谱的对应情况 此外 还有一些使用相对较少的谱号 如C谱号 这种像两个耳朵一样的谱号 就是C谱号 C谱号最中间对应的线 是小字一组的C C谱号可以写在 无线谱上的任何一条线上 无论在哪条线上 两个小耳朵对应的那条线 都是中央C 根据它的位置不同 都有一个相对应的谱号名称 女高音谱号 次高音谱号 中音谱号 次中音谱号 上低音谱号等 这些谱表的使用 是根据乐器的音域来选择的 为了避免更多的加线 增加读谱的困难 如中提琴使用的谱表 是三线C谱表 也叫做中音谱表 长号有的时候会使用次中音谱号 这里使用的是中音谱表 两个小耳朵中间是三线 因此三线为小字一组的多 我们依次可以推算出 其他各个乐音的音名和唱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首永鹅使用了高音谱表 四二拍 每小节有两拍 下加一线上为小字一组的多 下加二线为小字线的拉 主要使用了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和二分音符 以及四分休止符 节奏比较简明轻快 音乐中出现了两处反复记号 依据反复记号的顺序 演唱应该由第一小节开始 唱到反复记号里回到开头 再唱一次 当唱到这里时 我们需要跳过第一房子 直接演唱第二房子里的乐音 唱至第二处反复记号时 需要从它对应的起始符号 开始反复记号时 同样越过第一房子 直接唱最后一小节 音楽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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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 Do La Do Ra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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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So La La So So Rai Rai Mi So La Mi Rai Do La Do Do